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我就跟他讲我有血糖高的问题 而且那个时候我很累 我住在新山两边跑 在新山开了一间歌唱学院 那时候大家应该有看报纸 这个老牛嫩草事件 但是我要澄清一下 这个所谓天涯何处无芳草 豪马不吃回头草 兔子不吃窝边草 老牛是不变才吃嫩茶 不变 那个时候卢生就看到我很累 他说我为了介绍一个产品给你 你吃吃看 就叫我喝这个芦荟汁 还有那个鱼油 什么 那就介绍两个产品给我吃 我就每天很勤劳地喝 那一段日子之后 我觉得我精神很好 那同时我的血糖也下降了 还有我的血压本来偏高的 也比较正常 因为我每个月有去给医生检查 他说你的血压好像正常了 还有我的血糖也非常正常 而且吃饭有吃了之后 我去检查还是六 大家知道吗 六是很好的 所以我就跟卢生说 谢谢你介绍这么好的产品给我 所以我非常感激 Forever 让我认识了这么好的产品 所以你们要相信 要相信产品 OK 要相信公司 相信这个事业 OK 我们来喊一下 现在是中元节期间 我们把中元文化带进来 我说Forever 你们就要喊花的 好不好 Forever 花啦 Forever 花啦 Forever 花啦 谢谢 OK 谢谢 谢谢